動物界也有大明星 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大眾交通工具上 出現了一隻會自己搭車搭船的大黃狗 還懂得理讓其他乘客 最近在當地爆紅 跟著乘客快步走上渡輪 先繞到腳本上看看海面風景 再到船艙找個舒服的位置坐下 伊斯坦堡這隻流浪狗既聰明又機靈 懂得自己搭車搭船 兩個月前有人把它做電車的照片 上傳社群網站 後來有更多人上傳他在城市不同角落 不同日期搭乘公車或渡輪的身影 讓他成了伊斯坦堡最受歡迎的網紅 當地通勤族幾乎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一位退休護士見到他 忍不住目摸他和他自拍 這位老兄在渡輪甲板與他相遇 也感到很意外 後來有人把這隻大黃狗取名Bogy 還為他建立推特賬號 他受歡迎的程度引起有關當局的注意 為他植入晶片持續追蹤他的動向 結果發現他一天可以行進29個地鐵站 在歐亞大陸間來去自如 有時路程長達30公里 Bogy在伊斯坦堡掀起旋風 彷彿成了這個古城的最佳代言人 也證明這個城市對流浪動物很友善 公視新聞在惠敏編譯 在歐亞大陸間好像已留有餘方 就是在歐亞大陸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